有人说 徒步 就是自己陪自己 好好走一段路 取一条古道 卸去俗世里的包袱 背上自己的行囊 闭上眼 去看山峰微动 去听时光深浅 你会发现 真正的登山 需要忘记如何往上爬 真正的嘉奖 唯有自己 才能给到自己 比如一处小屋 就是与自己相处的地方 再下心爱的树 刻上心悦的鸣 然后告诉后人 从文也好 从一也罢 跪在从心 从心的自在 浪漫成历史 浪漫之处在于 有多少双好奇的眼睛 就有多少种精彩的答案 吴越林民的烟火寻常 春秋战国的风火异事 这些故事 在每个人的想象里挥发 幻化为河驴古城的千百种模样 河驴是笔石的防法 古城延续成此刻的密碎 那些古城的守护者 至今鼓舞着新城的开拓者 初见历史和未来一样崭新 再看 当下和过去一样 魅力恒爱